实验2-2 氧化还原反应 实验目的 观察碳、铭两种元素 是否能从其他元素的氧化物中将元素取代出来 同时了解氧化与还原是否相伴发生 实验步骤 1. 碳粉与氧化酮 1. 将一克的碳粉与三克的氧化酮放在表玻璃上 用瓜勺均匀混合后放入试管中 2. 用试管夹夹住试管 在酒精灯上加热一段时间 3. 经过一段时间后停止加热 等冷却后倒出试管内的物质 观察有无新的物质生成 2. 铭带与二氧化碳 1. 以燃烧池勾住铭带 点燃后迅速放入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 观察反应的情形 2. 燃烧完毕后 观察燃烧池上或广口瓶内壁是否有物质产生 问题与讨论 1. 碳粉与氧化酮混合加热是否会产生新的物质 这代表什么意义 2. 碳粉与氧化酮混合后加热 产生的红色固体是铜 同时也会生成二氧化碳气体 这表示碳的活性比铜大 2. 燃烧的铁带放入二氧化碳中 铁带是否会继续燃烧 是否会产生新的物质 这代表什么意义 8. 将燃烧的铁带放入充满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 铁带仍然会继续燃烧 并产生碳和氧化铁 这表示铁的活性比碳大 3. 综合实验结果 比较碳、铜、铁三种元素对氧活性的大小 答 由实验中可知 碳的活性比铜大 铁的活性又比碳大 因此 这三种元素的活性大小是续为 铁大于碳大于铜 。 cortar 。铁大产 酱 哦 你看